川普他回到了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学到了 就是一年以后他学到了 过去了经过了几年的监控努力了 奥巴马总统打造了这么一个框架了 那么他是不应该把它废除 而且就像他的许多的顾问 和朝野两党都警告的一样 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TPP了最后是有个授身板 因为就是日本首相 尽管在川普总统 他退出以后 但是我们看到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放弃 却是一直就是努力了在推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叫诸朝引奉 他们把朝组好了 然后让美国再回来 让美国不用去承担很多的责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考虑到现实 考虑到全球化的受挫 也给TPP进行了某种 就是期望值降低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 也更容易回去了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作为川普总统 他在面临着中国的挑战 包括在跟中国一系列的贸易战的过程中 他认识到盟国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了过去的两大的 就是盟国的建筑 一个是TPP 一个是TTIP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 有个欧洲国家的关系 对 川普的话都是要 一个是太平洋 一个是大西洋 那么川普都是想把他给提开 不要加入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川普回到TPP的话 那么我觉得显示出 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 那么我相信在太平洋 他如果认识到的话 大西洋他也会加强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